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徽宣承京县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 它拥有非常多美丽的风景 然后呢也是文房四宝的故乡 宣址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我们那个地方产的 然后安徽的黄山也是安徽的景侧 反正安徽是一个山美水美人美的好地方 希望大家有空来玩哦 哈喽 给精彩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int1刘宇 那可就很丰富了 首先年夜饭就得提前一周去准备 你知道那个得买很多的食材 然后到了除夕夜的时候 家人一起坐在这个饭桌上就开始吃饭 吃完饭第一件事情好看有没有到八点 然后到了八点放下碗筷 立马跑去这个电视机前守着 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信号不好你知道吗 然后就开始调信号 反正挺多故事的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我们小时候放那种 自己买的那种小鞭炮玩 因为当时很小 然后妈妈给买了那种新的羽绒服 然后出去和我弟弟一起放鞭炮 放着放着 然后我妈回来就 她就特别惊讶了 我说怎么了 她说你看看你的衣服上面千疮百孔 就刚买的新的羽绒服 就已经我一路跑 她一路跑羽绒的那种 我一看背后 确实好几个大洞 被那个鞭炮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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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